好 转换一下心情来带您看到 受到这个对流云系旺盛的影响 在昨天的中午时分 台湾各地呢都出现了这样非常奇特的天气景观 高雄的纳马夏以及台南的后壁区都出现了强风 也下起了冰雹 而且这个时间持续了将近20分钟 而另外在基隆则是出现了浓雾笼罩整个港口 还一度影响货轮进出 哇 现在下冰棒啊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夹带着冰雹不停地落下 整个校园仿佛置身在强陵弹雨之中 将近三公分的冰雹不断地落在建筑上头 发出巨大声响 让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景象的学生吓了一跳 很恐怖啊 怎么说啊 因为怕打到玻璃之后玻璃破掉 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 气象局上午针对迦南地区发布豪雨特报 而在中午12点台南的后壁地区更是出现大量的冰雹 持续将近20分钟 因为突然间下了很大的冰雹 在那种屋檐下 他们以为是发生地震 赶快冲出来才发现是冰雹 除了台南 中午在基隆也出现浓雾笼罩的情形 整个海岸以及港口雾蒙蒙的一片 所有的军舰以及货轮也赶快降低速度 以免造成意外发生 不过幸好因为阳光强烈照射 让这场大雾只维持了一个小时 就逐渐散去